Hello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呢就是想要跟你们分享一下 我在2020年很爱用的一些物品 然后我们事不宜时赶紧开始吧 我们就从头开始吧 就是脸部保养 脸部保养呢我今年最爱用的呢 就是Roots Remedy的精油 我在我的IG story有share过几次了 就是我买了他们的AMPM Set 就是一罐粉红色跟一罐黄色的 真的我觉得超好吸收 而且我持续用了一段时间 我真是有看到皮肤变亮的现象 所以我很爱用 而且超好吸收 而且不会有那种很难闻的味道 有些精油我买了真的是 超难闻 而且会弄到你整个 可能你的整个枕头都是那种 黄黄油油的样子 所以我不喜欢那些精油 所以我觉得它超好吸收 而且它的效果很好 从脸部呢我们就可以去到脸部 就是在2020年我有加了一个Led Serum 在我的这个routine里面 我本身呢是有很长睫毛的 可是因为我很爱化眼妆 就每次放mascara 过后我就发觉到每次一卸妆 就看到睫毛掉落 我就很怕会怕 怎么办 会不会掉掉掉一下就没有了 所以我就有去市场上去找 有什么样的Led Serum 我可以试试看 然后我就有注意到 Kavila这个品牌 自己试用了 然后真的看到明显的效果 所以我就一直用到现在 就让它增强我的睫毛 然后也让它长得浓密一点 所以受发是很好用的啦 可是最近我在试一个新的品牌 如果好用的话呢 我就会告诉你们是什么品牌 眼部呢再下来就是你的嘴唇 嘴唇呢就是护唇这个 这一部分呢 我去年很爱很爱用的呢 真的是class organic的这个lip balm 我有试了它的shear butter rose跟lavender 三个我都有试过 其实三个我都很爱用 而且它的价格真的是超级实惠 我没有错的话 这一支应该是16块 然后晚上你就是睡之前擦 厚厚一层去睡觉 第二点起来你嘴唇就是超暖的 我就是很爱很爱 我觉得它很滋润 因为我之前是用这一个澳洲品牌叫做pawpaw 然后我也是很爱用那个lip balm 可是我觉得它有点太油了 然后这个就是做到一样的效果 可是它不会让你的嘴唇 就是很像一层油盖在上面 所以我觉得超好用 而且价钱也很实惠 我刚刚有讲了脸部保养 我很喜欢用那个精 我今年呢就是有买了按摩仪 就是这个try me的 就是常观介绍的 然后我就有去买 就趁它那时候 买一送一的时候就有买了一个 我觉得这个也是超好用 而且它真的有效果 就我有买过那种挂沙的 我也有买过那种肉的 可是我就觉得 没有想象中这么好的效果 而且还蛮难用的 我觉得没有很舒服的感觉 然后我就买了这个 这个就是你需要去充电 然后它就会震动跟发热 我觉得这个真是让你的东西 就是让你的护肤品吸收的更好 而且让你这个整个脸呢 是更加紧致 就每次我用了我就觉得 就是会紧紧的 就不会那种松松啦 然后会让你的整个脸是很放松 就是看见了看太久 然后我就每次用这个来按摩眼部 就觉得按摩完过就是超舒服的 我平时没有化妆的时候呢 我还是会插上素颜霜这个东西 我想要出去的时候还是脸是亮的 可是我不想要就是很像粉感很重啊 这类型的 所以之前我就一直用这个 inisfree的jeju cherry blossom tone up cream 我就是很爱用 我有用过两款素颜霜 就这一款真的是很轻薄 然后它上去就是很自然的一种提亮 看到我已经用了大半罐了 其实我还没有另外一罐唇涩 因为我那时候很爱用很爱用 它就是那种这样的粉色的cream 它就会让你的脸部 会有一种提亮的一个效果 你看它就是会有一点白 可是它不是那种死白的一个东西 就是它不会让你脸很死白 就觉得你的脸就是天生好皮肤的样子 就一直以来我都有用着这个 最近呢我就有发觉到另外一个叫做 April 22的这个玫瑰能量爽 这个呢我觉得真的太好用 它是护肤品加底妆的一个设计 所以它呢比这个的遮瑕来的更高 而且这个真是超好使用 因为它有附上一个小刷子 所以我用这个加买这个 其实我一分钟就可以涂完整张脸 然后里面呢就有很多那种护肤的成分在里面 就是它的使用方法呢 就是你基本护肤完了过后呢 你就擦这个当做你的防晒啊底妆啊这样 它就会让你整个皮肤是在很亮的状态下 就整天都会很亮 然后在同时它也帮你修复你的皮肤 我就觉得你看我这边其实今天是完全没有上底妆的那个情况 我只是上了一点遮瑕在我黑眼圈子里 就是这些泛红的地方 可是基本上我的脸呢是没有擦任何东西的 我就觉得用了过后呢皮肤有真的觉得比较就是很嫩的感觉 然后又让你有遮瑕的这个效果 又觉得超好用 就很方便啊 就我擦了这个 通常我就不用什么擦底妆 就可能脸部这边要遮瑕一下子 就是基本上我擦这个就足够出门了 一怪很多功能这样子的概念 而且小刷子真的是超方便 而且是超暖的 我就是很粗暴的这样子这样 然后我就擦完整张脸搞定 然后呢我头发呢 当然还是要分享一下头发 是吗? 因为我真的是很爱很爱用3D产品 就是detox therapy shampoo 它就是有帮我解决我头皮很痒 我以前会常常把头皮挖到流血 然后用了detox therapy shampoo过后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就是它轻让我头皮里面那些以前毒素的或者是silicon的那些积累 然后它就怕我一个很健康的头皮 所以我就没有再挖头的这个习惯 它也让我爸爸的头发生出来了 所以真的要分享一下 第二个很爱用就是Decure香水护发素 今年就是有推出新的包装 就是升级了 可是其实更划算 就比起以前这个包装实在是太美了 真的 就真的很爱用 这个就是一罐它可以代替我的护发素 发油 那些抗热的抗UV ray的 就是一罐我就可以搞定全部步骤 我就不用收这么平平灌灌在我的厨里面 然后它里面也有小质妆 所以这个真的是本来大质妆我觉得超难 带出门就有时候觉得我想要补喷一下都 有点打指不好带出门 去年它就推出了小指的 然后我就觉得很可爱 然后我就看我的包包就随时在出门随时喷 随时都会做像像的 然后最后当然是有那个Decure Restructuring hair 就去年2020年我就有做了我人生第一次的漂头发的这个动作 然后我其实很怕 因为我很怕会把头发损坏然后就掉光 结果没有 因为我有一支在用Restructuring hair spa去补 就是它会从内而外的帮我去修补我的头发 然后你看现在是完全看不出来已经是漂过两次 就很美啊就很有光泽很滑的这个也没有什么掉发的这个问题 头发呢我也是想要分享一下这个Socas的这个吹风筒 这个就是我在1212的时候买的 虽然是很吃就是年累的食材来买 可是它真的是可以绕进我的2020年的爱用品 因为它的这个机身你一看就是包装很美 然后它很轻所以你真的是持久这样吹 你也不会觉得手很酸 然后我觉得它风很大 而且它有这个冷日风交替我就觉得很方便 就我一直这样吹我也不用去理它也不会太热也不会太冷就刚刚好 而且头发超快干 然后它里面也是我这个负离子 我也不懂我是不是心理作用我就觉得有了 就用这个吹呢我头发真的是不会这么毛躁 就我家里还有另外一个水风筒 我就觉得用了这个真的是不毛躁 然后头发部分我也是想要分享一下这种发夹 就我觉得你想要就是小小的点缀一下自己的样子 然后你又不是很想麻烦这么多呢 真的是这种发夹是超方便 我有一个我找不到那个发夹 可是它就是夹在这边那个超级没有 我就先放上照片给你们看 就这种人是超方便 我就在做工的时候都会放在我的做工的那个桌子上 就它就是这个样子的 就这样子夹 然后你就不要你头发这样往下掉 然后你又不想用那种橡皮筋把它绑得死死的 因为有时候你绑得太紧会让你头痛 我就想用这种发夹 它就是这样子 就这样子的夹 然后它就是已经是你可以把你手把全部夹走 可是也是很美的 这样子 你们看不看得到 我觉得这个是超方便的一个一个发夹 然后这种也是比较小个的 就那时候我刘海比较长的时候 我就是拿这个来夹刘海 所以这种发这种头发的饰品 真是我觉得超方便 所以它就在我的2020年爱用品 像这些戒指一样 就很像你有花很多时间在打扮自己 可是其实你只是用了一些很漂亮的东西 让你自己变得漂亮 就觉得很方便 很省时间 生活上呢 就除了去年我有分享的Kindle之外 就是很方便看书 我今年也是有收了一份的礼物 就慢慢送我的一个 iPod Pro 我觉得这个也是超方便 因为我也是买了不一样牌子 就那时候觉得 买一些比较便宜牌子的耳机 其实声音真的不好听 而且带了也不舒服 就当我用了这个 我觉得声音超好听 然后也很舒服 然后真的是 我超爱用的 就真的很方便 就是你一开就接了你耳的电话 然后你要听什么看什么都可以 所以我觉得很方便 最后我想分享的呢 就是 一个我已经用了很久的东西 就是一个phone holder 就在你的车上的 就以前我会每次买那种 就是 你有看过那种 就是粘在车镜子那边 然后就扣在那边 那种呢 我发觉到呢 很容易掉 尤其是之前我用这支Note 9的时候 电话超大价 没有一阵子啊 就会松掉 然后掉 然后到我朋友就给了 我这个 magnet的样子的 这个 phone holder 因为那个也是很 很强的 然后 它有一个超大的那个齿片 就发现掉到后面 我 so far用了这么久 真的没有掉过 就真的很稳 然后我就很方便 上去就抖 放上去就抖 我就很喜欢用 就真的是超方便 那个东西 就不用怕你掉 突然间 泡 掉在地上 哇 那个真是我最怕的事情 以前我会用那种 我就觉得 oh my god 是不是下一秒就要掉下来了 真的很恐怖 就是一别驾车 你都不好好转心驾车 就一直看啊 会不会掉 会不会掉 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就是我2020爱用品的分享 如果你有发觉到的话 我用了很多都是本地牌子 然后很多都是卫商牌子 不 并不是因为我自己做卫商 然后我想要帮他们说好话 可是真的是我觉得卫商品牌 我可以去问那个人 为什么会这样子 就很多大牌子 当然你可以在网上看测评之类 然后也是有产品资料 可是我觉得有时候 有些问题是我想要去问 就是可能他适不适合我这种肤质 他会适不适合我这种头发 这种之类之类的问题 就是一些比较personal的问题 我就很希望可以对这一个人问 所以我觉得卫商品牌 他真的是让我觉得很放心 就你可以看到他没有认证啊 然后就是你可以跟agent聊 然后如果你以后有什么问题 你也是可以去跟agent问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 有什么我可以改善的东西 而且我很喜欢支持本地品牌 最后一样我想要讲的就是 我用的一个很 我很喜欢用的一个deodorant cream 这个就是 因为本身有一点糊臭 所以我就去找了这种全天然的 deodorant cream 它就是让你的 就是你让你香香的 就不会臭哦 就这个也是一个本地牌子 真的我用超多 都是本地的牌子 我会陆陆续续去跟你们分享 我试了一些产品 可是我就觉得在 尤其是在这种这么艰难的疫情时候 就可以支持一下本地牌子 在马来西亚 就是在本地有很多品牌 都是手做的一些产品 就有什么事情 你就可以马上跟他有反馈 诶 你的牌 你的产品怎么是这个样子的 为什么这个颜色 为什么用出来是这个效果的 就马上就有人抓人跟你回答 哦 因为是这样这样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值得 去支持的一件事情 我就很喜欢马来西亚的品牌 然后如何得到这些产品 我都会在底下 description box那边放这 你们可以去找 所以今天分享到此为止 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影片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吧 拜拜